对这事情你很关心吗 那我大关心 我有省意要上学的 我来看 所以那两三周 三周 我还挺着出事了 三周退 不到三周 我挺着出事了 不在这上了 再找一个 已经报名了 报名完退款了 昨天下午 上午退 下午 全额退款吗 全额退款 一分不少 就押金三千万 那退款的理由是什么 退款的理由 再出不去了 他老实搞这个事 说得太差了 没法上 对吧 我理想都没有人性 你看这手机上讲的 那都没有人性 孩子带回去了 还没退学费 肯定不来在这上了 肯定不会上 还在这上干啥呀 还在这上 交的多少学费 一个月三千五 交了六个月 大可两万多块钱吗 两万一吧 大可两万 他太小了 三十多点 说不出什么玩意儿 听见了害怕 我们前天晚上问过他的时候 他说 他妈给他拿了一个小油片 拿了一个白的 他说吃过油片没有 他说没有 他说吃的黑的 他说不是白的 他是黑的 他就没有 他说不出什么玩意儿 黑的油片 对 他说是黑的不是白的 我们不是拿了个油片让他看吗 他说妈妈说 老师是不是吃的这个油片 他说不是 他说是黑的 外国还是不在这个油片 不在这个油片 我们是那个小吃的 我们听了很可怜 我们就来 关心一下 关心一下 对 我看这个村中的老百姓的新生就要赢家处理 但这个事情能不能周到呢 能打到我们老百姓的乱汪 这个东西就很难说了 是不是 当天我们看到 我在网上看到 过来一回就算了 他说没打针 我们也是 但是可能会关那个小黑屋 我跟你讲 反正现在的教育也真的是 关小黑屋也不行啊 那也不行 那也不行啊 吓着孩子啊 好像孩子有时候都说 就是啊 我们也系门这个红花蓝 你知道吧 因为它是连锁的 比较大的幼儿园 你说多点钱就多点钱 反正现在也就是 生一个孩子嘛 是吧 就是孩子有一个 比较安全舒适的 这种的环境嘛 你们的孩子 男孩女孩 女孩 更担心了 我刚刚不是在这里说嘛 就是更担心了 是吧 那上面不是报道 有什么 下面红的 有的钢 钢裂 你看这怎么会这样的呢 你看 是吧 这就是 不好 相当不好的一种人 你去这么家小孩 那是真是有点 有点 切剑 这变态 这就是变态 有资质 就是有的资质 也不一定他的 这个这个私德怎么样 你也不知道 是吧 你个正来说明啥呢 当年现在有的 叔叔医生怎么给小朋友 检查中期嘛 然后他就跟我学 学了一整套的动作 然后 然后学的 就是有火山运动那个动作 然后还有那个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 然后我说 这是给别的小朋友检查 你在哪里 他说我在旁边 我们之前是在那个 启航国际肉员 在财阳区 滑头那个 也是有这种情况 我们当时也是立案了 最后也就是不了了之了 因为证据不足 然后去医院做这个鉴定呢 他也不会跟你说 这个是真扎的 最后做法院鉴定 他也不会 他也不会说 这个是真扎的 他说有很多种情况 会是这种 造成这种伤 就有这个 有这个感觉像被扎的 这种痕迹 我们也没有说 去找他学校 直接去医院 我们去到医院看 对 然后我们才去找他这个园方 让他去给个说法 说看着监控 我们那个时候 看着监控 没有看到啥 也没有这种 说这个侵犯孩子 我们就算了 结果他们没有录像 而且态度极为蛮横 觉得我们还是去找他事 觉得想去讹他这种 对 他妈的太残忍了 他妈的 9月份的 就在那个 这个潮延区的 启航国际肉员 你看到吗 123456789 有十几个点 这是最大的一个 你看这个 对 对 这是头上的 就是 我们只是后来气氛 觉得你手上扎几下就扎几下 你往头上扎这个东西 我觉得 怎么说呢 这个有点残忍 反正 孩子又不太会说话 孩子小 30度的孩子 说得 对 说得清楚 因为20度的孩子 能说得清楚吗 对 如果说 为什么送过去 就是因为 他这个孩子太小 想得他赶紧 有助于他说话 才送到幼儿园去的